台風在新北市造成災情 賴總統和行政院長今天前往視察 法務部演裡推出無期徒刑分級制 並提高假釋門檻引發質疑和討論 國慶大會鬥暑 今天展開預演 拒捕國旗飛躍總統府前相當吸睛 以他戰火將屆滿一年 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國際停止軍援以色列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月六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蔡桂林 所謂馬上帶來關線是山頭兒颱風過後 救災行動還在持續 總統賴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市 視察今生萬里的災情 包含經濟部長郭志輝 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都全程陪同 總統賴清德表示 明年中央編列在治水防災預算 總金額是五百五十一億 希望預算能夠不分黨派 儘速通過 行政院長卓隆泰在前往視察瑞芳高公的時候 則是殞落 會在經費上協助校園修復 另外基隆的必殺山水社區 也遭到颱風重創 住戶則是向市長謝國良陳晴 期盼幫助居民恢復正常生活 基隆必殺山水社區在山陀颱風走後市府派人前往清除垃圾 協助居民重建家園 只是前往住戶家中地上人有大量泥沙土石 根本無法助人 當地住戶急忙向市長陳晴 災情慘重的還有新北的瑞芳地區 在瑞芳高公後面邊坡 因為大雨崩塌 附近教室先暫停使用 行政院長卓隆泰六號前往校園視察 余諾會在經費上盡力協助 以學生安全為優先 另外在新北瑞芳阿美家園 原先有大名機土石探方 阻斷唯一聯外道路 雖然搶修後恢復通車 現場仍有人員指揮交通不敢大意 鏡頭轉往新北萬里地區 總統賴清德在經濟部長郭志輝 新北市長侯友宜陪同下 先是前往大棚國小附近的園潭溪視察 再到金山老街逐一和貪商面對面 瞭解受災情形 恰調明年中央編列的治水防災預算 會比今年多出一百五十九億 總金額達到五百五十億億 抗災過程總統賴清德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互動頻頻 畢竟要解決治水問題 得靠中央政府跨部會和地方政府齊心合作 才能讓淹水問題不再發生 記者中不倒 高雄同樣受到颱風重創 一度有二十萬戶停電 到處是掉落的招牌 還有倒塌的路數 直到今天上午都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其中大寮區的大寮里部分區域停水停電 超過六十小時 引發住戶不滿 里長一邊在清理轄內的環境的時候 一邊是接到了抱怨 以及謾罵的電話是接到手軟 這也讓里長心灰意冷 想要請辭 大樹橫躺路邊 枝幹擋住一個車道 高雄大寮光明路等路段 六號上午還能看到許多 還沒輕走的路數短枝 店家主動將路數清到路邊 就怕阻礙交通 山圖鵝的強風豪雨 三號重創高雄 倒下的路數 災後第三天還沒清完 受災嚴重的大寮里 約三千戶停水或停電 儘管臺電加緊搶修 里長跟志工也努力整理環境 但應有部分地區停水停電 超過六十小時 引來住戶不滿 你們打電話來幫你知道他們都辛苦嗎 我們已經會住他們來了 里民間差點吵起來 為的是復電速度及救災 還輕重緩急等問題 大寮里長說 接到的抱怨電話超過一百通 甚至有人直接辱罵 讓救災救到受傷的他 心灰異人想請辭 大寮內坑裡前一晚布店 民眾一早趕緊拿水管清理 泥泥的路面 一度停電約二十萬戶的高雄 經過工程人員不分日夜的搶修 到六號下午三點為止 還剩八百一十八戶停電 臺電表示會繼續搶修 儘快復電 記者 陳懷許貞君高雄報導 總統賴清德昨天在國慶晚會上致辭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過完七十五歲生日 而中華民國不久後將迎來一百一十三歲生日 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祖國 這也引發了各界討論 並且成為了國際媒體關注焦點 前往新北勘災的總統賴清德 一聽到祖國論 沒停下腳步回應 只是時間往回推到五號的國慶晚會上 他的這番致辭引起熱議 總統賴清德表示中華民國已經在臺蓬金馬落地生根七十五年 如果有人要祝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祝賀詞要精準 切勿用祖國這兩個字 這樣的說法事實上讓現場的人非常傻眼 因為所有去參加國慶晚會的人都是來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 沒有人是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啊 總統賴清德的祖國論不僅掀起政壇討論 就連英國未報網站首頁 也以臺灣總統說大陸中國不是祖國 因為我們的中華民國更老作為報導 國內學者也有不同解讀 有沒有必要花這麼大的篇幅裡面去著重於一百一十三年 這個七十五年 那這樣的一個效果就是見仁見智 那麼是一個不是準備好的這個張稿上面來講 我覺得也還算是可以啦 正式的國慶談話的時候 應該會有更加嚴肅 我們的立場會更加的清楚 國慶日將在10號登場 總統賴清德當天的演說勢必再引發各國矚目 也牽動兩岸關係 記者與此彭耀祖臺北報導 而共軍的基建則是持續擾臺 國防部公佈今天爭獲十六架次 共軍各型戰機以及無人機 侵擾我防空識別區 並且結合共艦執行聯合戰備警訊 今天上午八點五十分開始 國防部陸續徵獲中共殲十六空警五百 等各型戰機以及無人機 繼二十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十六架次逾越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我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 國防部強調對共機逾越中線 以及其延伸線進入臺灣 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 相關行動國軍鬥運用聯合 勤奸爭手段 派出任務基建 嚴密掌握 適切應付 而國慶大會的預演 今天下午在總統府前舉行 就吸引了不少民眾前往先讀為快 在領唱國歌的時候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直升機 在兩架黑鷹直升機的護衛下 吊掛巨幅國旗進場 現場民眾直呼感動 勇英機隊採大燕隊型編隊低空衝場 為國慶預演揭開序幕 國防部聯合樂隊計三軍儀隊 以操槍技術配合樂隊變換隊型 展現團結同心安家幫 陸軍專科學校戰鼓隊和機部333旅普光龍 接續出場 精湛演出吸引現場民眾目光 暖場表演後正式進入大會儀式 CH四七吊掛國旗進場 國歌由古寧頭參戰英雄代表與來自高雄的 尼泊恩合唱團等團體一起領唱 國旗在天上那個飛機飛過去 就很撼動人心 我們剛剛都站起來敬禮 小朋友喜歡看儀隊 我覺得都不錯 大家都很用心在慶祝國慶 在空軍雷虎小組衝場後 畫下國慶預演據點 至於國慶日當天的天氣 因東北季風報導 迎封命的北部東北部 將會有零星短暫鎮雨 民間氣象公司則分析 本次季風並未伴隨顯著的冷空氣南下 因此各地氣溫下降有限 預測北部及東不高溫 約二十七到三十度 中南不高溫 仍可能有三十度以上 憲法法庭針對此行做出不違憲 可是要嚴格限縮以及修改相關法令 司法院和保護部 明天將在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 保護研理提出無期徒刑分級等制度 而在野黨則是認為 無期徒刑分級制 更壓縮法院判死的空間 也認為死刑釋憲如實質廢死 令人無法接受 死刑存廢議題的釋憲案後 大法官針對死刑 做出不違憲 要求嚴格限縮並且修改相關法令 由於新北校園割警案 是和人分別被判刑九年和八年 引發被害人家屬不滿 批評這種司法令人無法接受 對此司法院和法務部 七號將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提出專案報告 法務部原理推出無期徒刑分級等制度 引發討論 延長惡性重大犯罪的實質服刑期間 自費我們現在監索的教化功能而已 所有的社會成本未來將由全民來買單 用我們人民的納稅錢養這些惡性重大的犯罪分子一輩子 南銀批評 如果定定特殊無期徒刑 會更壓縮法院判處死刑的空間 台灣就有如實時廢死 民眾黨也有意見 立法院畢竟是一個立法的地方 那應該是先看法務部它的因應怎麼做 那我們再來跟社會詢問 不是現在就先決定要怎麼做 對於在一黨看法 綠營表示得看法務部的報告內容 以及提出的修法方向後 是社會大眾的意見及看法 再來表態 由於目前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 是要服刑滿25年 且有俊毀實據才可提出 也有立委提出 無期徒刑要服刑滿40年 才能夠假釋等建議 未來都會在司法委員會討論 記者陳嘉欣 秋布柴台的報導 針對綠能掃黑素灘 彰化地檢署調查發現 現任彰化縣議員詹穆根 在擔任永靜鄉長期間 和林信前鄉公所主祕 涉嫌勾結開發業者 護航光電廠商 嚷人迅厚 檢方是深壓境界獲准 去年10月18號 彰化縣永靜鄉 福興村等四個村的村民 不滿鄉公所出租第六公墓 給光電業者種店 到公所撒名詞抗議 當時鄉公所解釋 是前任鄉長詹穆根所規劃 檢調今年6月發動調查 發現詹穆根擔任鄉長時 與林信前鄉公所主祕 涉嫌勾結業者 4號發動搜索 詹林兩人 5號遭擠壓禁件 任被告詹姓議員 林信前主祕二人 涉嫌貪污治罪條例 收受賄賂最顯重大 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獲准 其餘部分被告 分別以新台幣10萬元至40萬元 不等之金額交保 張穆根連任兩屆 湧進鄉長後 在2022年又當選 彰化縣議員 檢調這次共搜索5處地點 並帶回19名被告及證人 張穆根全盤否認犯刑 林信前主祕 而當地社區發展協會 從一開始就反對重店 也認為是黑箱作業 福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表示 第六公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面積 約有2.9公頃 但鄉公所與業者 2020年簽約後 到2023年都未舉辦說明會 還偷偷動工 他們當時就質疑官商勾結 現在前鄉長被羈押 他們支持檢調 繼續查下去 記者邱紫培彭安群 章話報導 以哈衝突即將滿一年 全球各國不斷出現針對加薩戰火的抗議示威 而意大利因為禁止街頭抗議 引發了警民暴力衝突 英國則是發生親以色列 和親巴勒斯坦的群眾在街頭對峙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即將滿一年 全球各國有不少抗議人士 走上街頭 要求結束架榨走廊的流血衝突 意大利羅馬當地五號 將近六千名抗議人士 不過當局的禁令 在市區遊行抗議 爆發警民衝突 演變成為暴力事件 同樣的抗議行動 在英國首都倫敦上演 支持巴勒斯坦的民眾上街訴求停戰 卻遇上了支持以色列的團體 高居以色列的國旗 雙方一度對峙 在警方的格力下 才沒有辦法肢體衝突 除了意大利 英國 德國首都柏林的抗議活動 也有約一千人參加 民眾舉著巴勒斯坦的國旗 高喊這是種族秘訣元年 而西班牙首都馬德利 則是有數千人上街示威 高喊以色列是殺手 歐洲是贊助者 包括美國跟智利等國家的各城市街頭 也都有民眾上街 訴求停止以哈衝突 除了清巴勒斯坦民眾的抗議遊行 預計這個週末 將會有部分的地區 也會出現一些力挺以色列的活動 國內新聞持續動變異 再來看到以色列與黎巴嫩 真主黨之間的衝突 同樣越演越烈 當地五號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 貝魯特和南部地區連續發動多次攻擊 而針對以色列擴大攻擊黎巴嫩 法國總統馬克宏 呼籲各國停止軍援以色列 對此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則是批評實施武器禁運的西方國家 都應該覺得羞愧 以色列跟黎巴嫩武裝組織 真主黨的衝突越演越烈 當地五號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 貝魯特跟南部地區連續發動多次 夢裂攻擊 同一天還公布了一段影片 宣稱發現真主黨用於攻擊 以色列的軍事隧道 長達兩百五十公尺的設施中 沿途都有軍事裝備 跟糧食飲用水等物資 在以色列調來 混凝土預辦車之後 用水泥將隧道封鎖起來 對於以色列擴大攻擊黎巴嫩 法國總統馬克宏 在五號的法語國家高峰會議 閉幕記者會上 呼籲各國停止軍援以色列 尋求政治解決方案 馬克宏強調以色列擁有自衛 為權但也批評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對黎巴嫩展開地面行動 呼籲應該立刻停火 監管馬克宏的言論獲得法國國內的左派人士支持 但納坦雅胡痛批 對於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的西方國家 都應該感到羞恥 在中東衝突日益嚴重各國也持續進行撤僑 二週第二架的撤僑班機飛離黎巴嫩之後 五號已經平安抵達塞浦勒斯 拉納卡國際機場 斯洛法克的第一批四十六人撤僑航班 也平安回到了當局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預計第二批四十四名公民也將盡速撤離 而一艘土耳其杜倫也在當地五號 載著各國公民約三百五十人 從黎巴嫩的迪利玻璃港出發 由海陸撤離黎巴嫩 把鏡頭轉回到國內 關心登革熱疫情 臺北市日前新增一例居住在文山區的 本土登革熱病例 經過基因定序之後 確認和新北市中和以及新店群聚個案 結果相關 研判是來自於同一起群聚事件 因此北市確診個案 在文山區住家附近的菜園 已經列為高風險場域 環保局人員全副武裝進入菜園噴霄 並拉上封鎖線警戒 提醒民眾近期不要進入耕作 因最新登革熱疫調顯示 新北市確診個案 曾到北市文山區確診個案家附近 約1.5公里的菜園活動 區公所將該地列為高風險場域 而下去里長更是連兩天出動志工團 往周邊傾銷 查看容器或角落有如積水 希望疫情不要再蔓延開來 那我們也請我們的志工團隊不定時 甚至定時間也都去各時角去注意這些環境衛生的垃圾 源頭把它做一個清除 新北市的個案有一部分有台北市的這個活動足跡 特別是在文山區有一個菜園 已經進行拉緊視線來做封鎖 統計噴藥面積超過一萬八千平方公尺 清理近百格積取容器 目前雙北的登革熱個案 累計以六十二例 全數是登革熱病毒第二型 目前未有重症或是死亡案例 機關署周六發布基因定序結果顯示 北市文山區登革熱本土病例 與新北市中和及新店區群聚個案 定序結果相同 研判都來自同一起群聚事件 除提醒曾在風險區域活動的民眾 自我健康監測十四天外 也提醒颱風過後 是登革熱加強防止關鍵期 目前台灣是在新北跟台北 有這個登革熱的疫情 那南部本來也就是傳統上 登革熱耗發的地方 所以南北的民眾都要特別注意 在颱風過了之後呢 儘速清理家戶內外的一些积水容器 機關署呼籲民眾要盡快清理家中积水容器 令若到過雙北登革熱風險場所 一旦出現症狀 就要告知 醫師活動時以例診斷 又是詐騙的手法 臺中一家連鎖豆花店 今年一月開出一張千萬特別獎的發票 卻被不肖人士盯上 持偽造的臺南地院公文 謊稱發票毀損 需要補印 所信國稅局貨報之後查證 確認公文是偽造的 而且獎金已經被發票持有人給臨走 才沒有讓嫌犯得逞 警方也已經在調查當中 員工忙裡忙外的整理檯面 臺中一家豆花店 今年一月開出一張千萬特別獎發票 近日卻又不肖人士意響天開 偽造臺南地方法院公文 謊稱發票毀損 要求店家補印 店家半信半疑的要求留下法院影本後補印 所信補印消息引起中區國稅局警覺 而出面查證 確認公文為偽造 而獎金也早被發票真正持有人臨走 嫌犯並未得逞 全案目前交由臺南二分局偵辦中 事實上一同一發票給獎辦法等規定 發票因故破損不全或填載內容模糊不侵蝕 可持原發票到開立發票的店家 經店家確認發票收植簾與存根簾相符後 可補印一次 但若是遺失則無法補印 國稅局也提醒民眾 使用發票載具存入雲端 可降低發票毀損或冒領風險 警方提醒民眾多方查證 表示持甲公文想補印中獎發票 詐零獎金 恐涉犯未造文書及詐欺罪 以發公文要求嫌犯 道案說明 記者 陳煥許正俊 彭煥群 台中台南報導 苗栗縣私立玉達科技大學校園內 一臺可以提款存款的ATM 近日突然故障 在拆開外殼後發現只能使用紙鈔的領款夾內 卻是塞滿了一元的硬幣 推測是有人想要存入這些一元硬幣 所以造成故障 大學校園裡有ATM對於師生相當方便 如果臨時要領錢 就不需要還要多跑一趟到校外 不過苗栗私立玉達科大校園內的一臺ATM 近日卻突然故障 校方通報銀行來排除 一拆開竟然發現裡面塞滿了一元的硬幣 校方表示設置在綜合大樓內的這臺ATM 可供零款和存款 不過只限紙鈔 並不能存硬幣 初步研判就是這些零錢 才會造成故障 但到底是烏龍還是蓄意破壞 還要警方進一步釐清 後續也會把這些一元硬幣 交還給當事人 我們建議他在這裡做一個警示或警議 就是說他只不收零錢 其實目前只有部分銀行有零錢存款ATM 數量並不多 而且機型和紙鈔存體款機也不同 從外觀上很好分辨 校方表示 為了防止未來還有人因不熟相關操作 又造成故障 將建議銀行在ATM架設警域 記者邱智培彭安群苗栗報導 原本被稱為基本工資的最低工資 經過多次調整 如果以勞動部的受惠最低工資調整人數 大約兩百二十萬人來試算 大約每四點二七名受僱國人當中 就一人是領最低工資 有勞工團體直言調漲最低工資 難以解決低薪的問題 勞動部則是強調最低工資提升 會帶動中高齡等參與時薪工作 今年被稱為最低工資元年 原本被稱為基本工資的最低工資 經過多次調整 明年最低工資 月薪調整至兩萬八千五百九十元 時薪調整到一百九十元 不過如果以勞動部的受惠最低工資 調整人數 約兩百二十萬人來試算 大約每四點二七名受僱國人 就有一人領最低工資 比例連連上升 對於最低工資調升 難以帶動整體薪資成長 勞團很有感 根據勞動部最低工資的統計 2016年估計 2017年受惠國人約一百六十六萬人 約有百分之十八受僱國人 為最低工資 而2024年估計 2025年的受惠國人 約有兩百二十萬人 約算數有勞工的百分之二十三 比例增加 而最低工資月薪 八年來調整至今年的 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調幅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可是整體受僱勞工的月薪調幅 又有百分之十五 卻不到最低工資月薪調幅的一半 對此勞動部強調 隨著最低工資的年年提升 受惠於最低工資的人數 一定會增加 因為時薪不斷增加 條件成熟也會帶動偏好時薪工作的 中高齡二度就業婦女加入勞動市場 藉陳安心秋布柴台北報導 明日的天氣狀況 北部東北部以及馬祖氣溫 會稍微的下降 北部東半部以及金門 澎湖大約是二十九到三十度 而中南部的低溫是維持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北部以及東半部則是略微下降到二十三到二十四度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宜蘭花蓮台東是二十五到三十度 澎湖金門連江是二四到三十度 您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中部雲嘉南和高坪是普通 竹苗是兩號等級 宜蘭花東是兩號 馬祖金門澎湖都是普通 以上就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明日同時間 我們再會 參加 觀眾朋友 在 他 跟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